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不在乎,怎么会对你善而不见,而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在乎,又怎么会对你一次次的打扰,因为想知道你的消息,所以即使知道答案,还会切而不舍的追寻,因为想得到你的关心,所以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,还会继续对你吐露心扉。 找你,是因为害怕与你变得陌生,不打扰,是因为害怕被你厌烦,每一次说出你忙吧,我不打扰你这句话时,心头总有个疑惑,你是真的在忙吗,还是真的只对我忙而已,这世上,总是有太多的不舍与千块,如果你真的对一个人说过太多这样的话,就别再继续欺骗自己了,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在乎你, 即使他寻得发慌,也会告诉你他在忙,一个人如果把你放在心上的人,不用你去仔细探究,他总是可以全衡好一切,安排好时间不让你收到冷落,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在忙就把你打发,我想每个说过你忙吧,我不打扰你了这句话的人,都懂得说这句话时的委屈,体会过心一下子掉进水里的冰凉, 我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坚强,每一个说出你忙吧的人,都是在等一个悄然离去的机会,他们在暗自攒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等着攒够了失望,放过自己,同样也放过你。 有一种爱,明明扎进了心底,却说不出来,有一种感情,明明想放弃,却总是无法释怀,有一种煎熬,明明知道结果,却总是想往上碰。 有一种痛,明明前窗百孔,却还是忍不住在家一道伤口,太多的离别,交归了我们麻木,让我们忘记爱自己的本能,太多的疼爱,交归了我们自私,让我们不再珍惜别人的付出,愿每一个人都不会有说出,你们把这句话的机会,愿每一颗珍惜,都被值得的人好好对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